大家好,这期节目我会带来对韩秀女士的最新采访 不过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个产品 对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很有用 那也感谢大家的耐心和支持 那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进行各种活动 比如说浏览网站、发送电子邮件、网上购物等等 但是我们的网络活动很有可能被政府机构或者第三方监控 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的网络数据是可以被网络服务供应商 比如说AT&T、Verizon拿到的 那他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访问的网站发送的信息以及其他数据 按照美国法律 有些数据是可以出售给广告商用于定向广告投放的 所以我们一打开网页 经常会有很多凡人的广告出现 而在中国等极权国家 政府会强迫网络服务商提供这些数据 用来监控民众的网络活动 那么一旦你在网络上搜索或者评论敏感话题 警察就可能找上门 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 就是Express VPN Express VPN可以通过加密服务器 百分之百的加密我们的网络流量 也就是说呢 即使网络服务商想要监视我们 他们也只能看到我们连接到VPN服务器的数据 而无法追踪我们的实际网络活动 另外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公共的这个WiFi 就是无线网络网络是不安全的 任何跟你使用同一个WiFi的人 都能轻易窃取你的银行账号和密码 但是你使用Express VPN之后呢 你就能够放心的使用公共的WiFi 公共的无线网络 而且呢Express VPN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安装APP之后啊 只需要点击一下连接按钮就可以了 所以Express VPN被全球顶尖的科技出版商 比如说福布斯啊等等 就评选为第一的VPN服务商 那么它在所有的设备上都可以使用 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 还有平板电脑等等 所以我觉得呢 就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 要保护自己的网络隐私和安全 无论您在极权国家还是在海外 您要感兴趣的话 就点击视频下方这个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斜杠方飞 那么这个链接点击之后呢 您可以获得特别的优惠 额外免费三个月 那有需要的观众 现在就点击一下了解一下吧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方飞时间 中共近期大搞退林还耕 多地产平树林果园改种粮食 将水稻种上山坡旱地等等 再次显示中共运动下 不顾科学常识和环境 动则一刀切的做法 本期节目专访在中国长大的 美国人韩秀女士 从她曾经在新疆建设兵团的 个人经历 揭示中共所谓人定胜天做法下 对环境和百姓带来的灾难 韩秀女士您好 非常感谢您再次上我们的节目 你好 很高兴 韩秀女士就是在以前的节目中啊 就是您分享了很多在中国的经历 经历文革 惊险拿到美国护照 还有到美国的经历 很多观众朋友们就是有特别大的反响 然后一再问我啊 说你什么时候再专访韩秀啊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怎么谈您在新疆的经历啊 您当时在新疆九年经历了许许多多 我想那段人生岁月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今天呢我们就请您来谈一谈您在新疆的一些经历 那就像开场白中我所说的一样的 我们就先从这个建设兵团的谈起 中共现在搞退林还耕 比如说它在成都啊 花费巨资建造的这个环城公园 结果呢他现在就要把它拆除 变为农田 然后搞什么水稻上山等等 然后就有观众就跟我提啊 说说那个韩秀女士书中写的 说他们在新疆建设兵团的时候 砍树挖树 然后说千年的胡杨林就被全部连根挖掉 说干了十年 所以我想这个段经历应该是非常 很多人完全不知道的 在中共这个新疆建设兵团 所谓这个建设兵团在新疆做了些什么 那跟我们讲一讲您的这段经历好吗 你说到这个人定胜天呢 人定胜天这是最大的谬 人永远不能胜天 人跟自然界只能够合作 只能够互相爱护 自然界是不是爱护人类 这东西很难讲 但是人类必须爱护自然界 否则的话是绝对不会有好家长的 那么在新疆的这个事情呢 应该说是文革初期 就是1966年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个从上海温州 这许多地方北京啊 这些知识青年到新疆去 其实呢 说到底 这是一个掺沙子的过程 所谓掺沙子就是把汉人移民到新疆 那什么样的汉人移民到新疆呢 当然是出身不好的 这再简单也没有了 再有一个就是南疆一直是 劳改队集中的地方 所以这个很受他们重视的 这些年轻人大概不必送到那去 所以来到新疆的这几十万人 总得给他们找个事做吧 对不对 几十万啊 坐在那整天吃粮是什么事都不干的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掺沙子这样的一个举动 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刘少奇制定 臀肯续编 说起来多么好听啊 臀肯 然后后边那两个字更重要 续编 因为是在边疆地带 所以好 那么农三师呢 实际上是1966年下半年才开始建立的 所以当时还在比较混乱的当中 那时候我在山西 人在山西取卧 我下乡的时候是1964年 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彭真就把这个 本来他是希望我们这票人 全部都进北大的 结果是进不了北大 也进不了清华 那没地方去了 所以彭真说放到他的老家好了 他的老家在山西的取卧跟猴马这一带 猴马是一个城市 那取卧呢 它是一个县 所以这个猴马呢 它还属于这个取卧县 我们去了一票人 分成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呢 在取卧的这个临城 临城公社临城大队 另外一个呢 就在猴马 在白殿 这离得实际上挺近的 一条公路 很容易就到了 这些年轻的 这些都是当年的高中毕业生 也都是多半都是出身不好的 其实其中还有几位 本来是革命干部的死地 但是这些革命干部 在66年的时候被打倒了 那这下子他们不得了 他们变成了敌人 变成了狗崽子 所以就去了 我在那儿 从1964年到1967年的 这个年初的这一段时间 应该还说是很平稳的 当地老乡对我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66年这个红卫兵可就不得了了 这个红卫兵好不容易他们忙 打倒这个打倒那个 好不容易就忙到要打倒彭真的同时 就忽然的发现 彭真居然把一堆年轻人 弄到他家乡去了 所以这些红卫兵 这些造反派 他们就觉得这可不得了 这就要去挖一下 这是彭真在窝藏这一条人 所以我们这上山下乡 本来是去吃苦的 结果变成被窝藏 当地的老乡就跟我说呀 他说你呀 你赶紧能去哪儿就去哪儿 越远越好 离北京越远越好 他们红卫兵来了以后 你还不得被他们给打死 我当时就想老天爷 我知道该去哪儿吗 那个时候的取卧县的这个县长 是一位特别肩朴卓的劳动模范 王德河 这个王德河呢 他培育玉米 改良玉米品种 所以他办展览会的时候呢 我去帮过忙 帮他这个规划这个展览啊 什么东西的 他对我很好 他也很喜欢我 他跟我说 他说今天我还是县长 明天我可能就去坐牢了 他说所以我今天给你写一个东西 让你上路好不好 你不能再在这儿待了 我说那我去做什么呢 他说有一种说法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支援边疆建设 叫支边 你就支边去吧 我说我上哪支边呢 我们那里有一个水利局的一位先生 这位水利局的这位先生呢 人也极好 他跟我说啊 他地主出身 所以他对这个边疆的情况比较清楚 他的妹妹因为地主出身 从上海 被直接的送到农三师 所以他跟我说 那农三师那地方还乱着呢 趁着那个乱劲 没准你到那的时候 人家还来不及知道你到底是谁 所以你很久能在那待下去 咱们先熬过这一段再说 对不对 我说好呀 我说你妹妹是怎么去的 支边 叫做支边建设 我说我手里这纸条 这路条也叫支边 我想那大概可以 所以我就拿着那纸条就去了 我们在的那个地方 还在八处以南 农三师的师部在麦盖提 根本就在塔什拉马干沙漠的 这个地了已经是 塔什拉马干是非常大的沙漠 然后呢 这个团部呢 就在这个沙漠的北原 我们那个连队 就是农三师四十八团 五连那个连队呢 根本就在那个千年 胡杨林的中间 在那林海里 我这个是先坐火车 坐火车 到吐鲁凡 因为人家都告诉我 应该怎么走 我到吐鲁凡 然后搭上这个运货的卡车 可以坐那驾驶座里 你只要给那钱 然后给那三十几块钱的那车票 然后人家就把我一直 开到哈石 从吐鲁凡到哈石 那个时候要走一个礼拜 汽车要走一个礼拜 因为那路根本不停 都是新开的那路啊 所以到那儿一个礼拜 然后从那儿再到巴蜀 毛拉这个转运站 从哈石杆到宝拉 有多远的距离呢 那个时候 如果你骑在一批剑马上头 早晨你从哈石出发 日落的时候 你可以到那儿 只能骑马是吗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多数的人是骑马 偶尔有车 那车已经基本上不是在路上 是在那树林里头 你得穿梭前行 因为他们也是运物资的毛拉 对不对 农山是那么多人 你还是得吃饭 对不对 所以需要工具 这样子 所以我搭那车 到了那毛拉 48团 武连的这个连长 正好有事要到毛拉去 所以他在毛拉就 看见我了 拎着个行李站那儿 他说你跟我走吧 他有一个拉拉车 他那拉拉车上有很多的斧头 铁仙什么那种东西 拉拉车我是早就见过 我在山西就 所以我说行 我说连长 我说我跟您一块 咱们俩一块拉拉车 比较轻快一点 从毛拉到48团 武连 这中间整个就是千年的胡杨林 我问连长啊 我说我们在这儿是干嘛呢 他说没别的事干 砍树 我说天爷 我说这些树要是都砍了 那前辈不远的 那一百公里之内的那位大沙漠 可怎么好啊 那连长说呀 说现在这天底下就咱们两个人 我跟你说这话好了 今天我还是连长 明天可能我就完蛋了 他说但是我知道 现在做这个事 这绝对是一件坏事 不就是对不起咱们自己 对不起中国 也对不起世界 这个连长果真第二天就被揪出来了 因为他是什么 他从前是国军的一个军官 然后被国军俘虏了以后 那是我们说48年49年的事情 俘虏了以后 那就经过了许许多多的 这个劳动改造的过程 然后新疆龙三师成立的时候 就把他给一脚就踢到了这五连 然后他还做连长 做了那么几个月 有这么样的一个人 非常好的一个人 结果就有9万到10万的农工 那就是我们这些这些人 在那9万到10万的人 在那看这个胡杨林 看了整整的十年 我先问一下 韩秋女士 这一片胡杨林 大概有多大 当然我也没什么概念啊 但是您给形容一下 塔什拉玛干沙漠的 整个环绕着塔什拉玛干大沙漠 那是新疆 你可以看一张新疆的地图 这个天山以北跟天山以南 天山以南最大的一个面积 就是塔什拉玛干大沙漠 原来环绕着塔什拉玛干大沙漠的 就是这千年胡杨林 可是这农三师的 被派在那的这十万人 就用了这十年的时间 去消灭这个胡杨林 这个面积有多大 这我真的说不出来 因为我回到美国以后 跟我有关系的一个 就是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机构 就是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国家地理 那里有很多的地质水文专家 他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塔什拉玛干大沙漠 为什么飞速的扩大 我说没有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都砍树来着 所有的专家眼镜都掉下来了 说为什么要砍树 我说开荒造田呀 他们说不会有田 我说对了 不会有田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那个地方 把那胡杨林整个挖出去 整个连根都跑出去以后 沙漠很快就掩盖这个土地 这块土地 不但掩盖这块土地 而且大量的碱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白色的那 就严碱地那个碱 后腹的碱 它就犯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塔什拉玛干大沙漠这种地方 地下水位非常高 所以你要是把那个上面的树木 这个保护的这一层 整个取掉了 去销了以后 它那个碱就犯上来了 所以等到过了 等到我离开新疆之后 没有几年 这个兵团不是就解散了吗 那他们解散了的时候 还是一块田地都没有呀 全部都犯解 今天您说到这个 这个罚掉这些树木 然后这什么叫做什么 退林还耕 这把消灭这个树林 消灭公园 然后要种粮食 为什么 还不是这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 把农业都糟蹋完了吗 这是我的感觉 中国哪里还有农业 从前中国可是农业大国呢 现在呢 不是都盖房子去了 不是都卖掉了 把那地都卖了 卖了以后盖房子赚钱 搞这些虚滑的 上边的东西 不结实的东西 所以基础工业 基础农业都没了的话 谈什么 谈什么现代话呀 对不起 中国人口可是还有13亿 对不对 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准确 那么你这13亿人口是每天要吃饭的 你自己没有好的农业 没有先进的农业 你怎么办呢 我再回头问一下 您那个千年胡杨林 那个太震惊了 就是说历经十年 把这沙漠周围 这一圈 这个胡杨林 全部都给连根拔掉 消灭掉了 对 不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开这个新的田 这本来胡杨林外面是绿洲呀 是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 这些老百姓他们居住的绿洲 好 这些绿洲也不见了 因为沙漠是多狂暴的一个东西呀 它只会越来越大 它不会越来越小 只有在美国这样不断的种树 不断的种树 所以沙漠可以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耕地越来越多 这是美国 这是种树 可是种了两百年了 是把这个沙漠缩小 世界各地都在想办法 把沙漠缩小 唯独新疆南边这个 它是喇嘛干 不是缩小 是无限制的扩大 有人跟我说呢 说的你走了以后 也种树来着 我说你种树 我说人家那个可是千年以上的树啊 不是种一根小树小葱似的那样 那能挡得住什么呢 他们听我说 所以再说他们也根本没去过新疆 这都是就是报纸上的话 所以他们跟我说这个 我说我听不懂 你拿着一根一根的小葱 可以挡住沙漠吗 你不知道我这儿沙漠什么东西呀 我记得当时那个您书中说啊 就美国专家还问您说 你们是怎么挖这树的 然后您就说是手工挖 他们又再度眼镜掉落 这从来没听说过 我说我们没有任何机械 而且我们那时候人都住在地窝子里 你知道什么叫地窝子吗 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 然后那个洞的四边呢 用四根树 砍下来的树要撑住 撑住以后实际上那个房顶就跟地平面是一样高的 然后在上头就铺上那些剪下来的树的树枝 树叶什么乱七八糟 铺在上头 那就叫地窝子 然后安一个小破门 那门也是用那些树锯成的小板 把它就那么钉在那儿 你要进入你的家 你是从一个地平面走下去 然后你要出来的时候你是爬出来 所以它叫地窝子 因为它在地面下 所以我刚当初的时候 跟我们那里王连长走回四十八团的时候 看见一面旗子 就飘在那上头一面旗子 那旗子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周围都是树 我说这是什么地方 连长说我们到了 我说到哪儿了 他说到连队了 他说你看见没有那儿有吹烟鸟鸟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食堂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灶 就是烧的也是我们砍下来的这树 然后他说人住呢 我说人住在哪儿 我看不见房子 他说我们只有地窝子 我们没有房子 所以我就拎着我的行李 我走进了一个连长告诉我的地窝子 那地窝子里有五六个女孩子 五六个女孩子 有一个四川人 有两个三个上海人 这样子就开始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工具是什么 是铁锹 坎土曼是维吾尔族人用的 他们那个坎土曼是有一个瓣上的 前面有一个平的一个铁器 就像斧子一样的吗 不不 比斧子宽大的多 大概有面积有这么大 所以你可以轮起来了以后 你可以把那个土把它挖出去 而且能够抛到一个距离 通常的时候 维吾尔人是用来排水 比方说因为他们有坎儿井 然后那个水会灌溉他们的绿洲 然后他们修筑他们的小区 那个坎土曼非常好用 胡杨林坎土曼就不行了 我们就是铁锹 就是斧子 就是铁锹跟斧子 连锯都没有 那韩先生我想请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 就是用铁锹和这个斧子 怎么样去把一棵胡杨树砍倒挖掉呢 因为这是大兵团作战 你得发挥你的想象力 有很多很多人面对巨大的树林 这些树林盘根错节 他们已经是上千年的树木 从来没有修整过 你得想象是这么样的一个天然的屏障 我们面对的这 你比方说一个员工 现在这兵团的这个员工 面对着这样的一棵树 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 他首先得拿那个斧子 把那个和他一人 有他一人高这样一个高度的 这所有的枝干都要砍掉 要不然他就没地方站 你得找一个下角的地方 所以你把这些枝干全部都砍掉以后 还得把这些枝干全部都脱离 就脱离开这个树林 放到空地上去 空地上就是隔壁滩 然后呢 你就在那个树的这个周围 这个树的这个根部 你要想把它挖出来的话 你得有直径两米到三米 基本上你得有三米 它这么一个直径的一个圆 在这个圆顺着这个圆呢 你得用铁线把那个上面的土层 腐质土全部都得挖出去 挖到周围 挖到周围以后 你这个土挖出去了 有个到你膝盖这么深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那些巨大的树根 这些树根你不是就拿斧子 把它砍断就行了 因为砍断了以后 它那个茬还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摇动那个树的时候 那树纹丝不动 所以你得把它砍下一截来 那一截大概得有一尺宽 你没有这一尺宽的这树根 把它挪出去的话 这树是不会摇动的 然后你把这一尺宽的这树根 扔出去了以后 然后这是有很多 把它们都清理掉了以后 你得有好几个人 因为大家是大兵团作战嘛 所以这一棵树处理的差不多 大家回来一块来帮忙 然后它拼命摇 大概有五六个人得拼命摇动这棵树 然后因为下面的这个横的根系 已经砍断了 所以那棵树会摇动 摇动摇动摇动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 它那个直立的那个粗大的 那个直立的根系 才会暴露出来 我的天哪 那个时候人跳进去 跳进那个坑 然后挥动斧子 那斧子要能够真的挥起来 不是就在那底下砍 所以很有意思 然后挥动那个斧子之后 那个根系直立的根系断掉 那个时候再集十来个人的力量 摇动那棵树才会倒下来 哇 倒下来之后呢 还有巨大的树冠 树冠就是树上面的那个 你还得把它全部砍下来 砍下来以后用那个枝条 把它们捆起来 一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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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拖出去 拖出去了以后 这个树的根下面的这个部分 你也都把它砍掉了以后 就上光粗粗的树干了 光粗粗的树干 一般的来讲 你还得把它结成两截 因为一根的话是扛不动的 不到两公尺 绝对不能超过两公尺 一公尺多一点的话 因为它是活生生的树 里面有大量的水分 所以非常之重 这个你结成两截的这个树干 每一截也都有三四百斤 就把它扛出去 扛到隔壁滩 或者那个时候 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是直接的就扛到了连队 为什么 因为要烧火 因为要做饭 埋锅造饭 你都得烧啊 对不对 把那树干都弄出去了以后 你面对的是一个将近一人生的这么大的一个坑 这个坑里头还有无数的树根 你还得继继续砍 继续搬 把它都弄好 然后才能够把周围的土再重新把它填平 这才算完事 那每砍一棵树的话 要花一个人多长的时间 一天时间 一天半 一天半差不多 一天半 一天半我们就是说15到16个钟头 我们农山市一共有10万人 那么我们说到一天半取消一棵树 那么一个员工 我们就把它算到数量小一点 一年砍他将近200棵树 算一个比较低的数字 200棵 十年就是2000 十万人 2000 2000乘以10万就是2亿 对 这就是2亿棵树 一棵树的占地面积将近半亩 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母质 不是这公顷 不是这公母 小的半亩地 一棵树 因为它们非常密集 所以它一棵树占地面积 大概也就是半亩 但是你要是总起来算的话 这两亿棵树 可就占地一亿亩了 占地一亿亩 这是多少呢 是6.7万平方公里 从前在人造卫星上是看得见的 在塔什拉玛干山河周围 有一个绿色的一道屏障 绿色的屏障 但是后来那个屏障消失了 这是这个National Geographic 专家们的问题 那个绿色的屏障哪里去了 所以我说烧掉了 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不需要 没有机械的 什么都没有 就是人力 斧头 铁仙 最后得到的就是严检地 然后就是沙漠扩大化 然后就是绿洲消失 然后就是对不起人 就这么回事 但是中共要让你们去砍这种千年胡杨林 它是不是 它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沙漠化的后果 还是说它根本不管什么后果 它根本想都不想 反正你就去弄 造成什么后果 没有 那个时候农山市要活下去 它必得种点什么 根本整个农山市处在树林里头 它不砍树它能干嘛 所以当时的状况就是那样 有没有人反对 有 我在那个折射那本书里头就提到一位 一位先生 这位 我在书里头说他叫大张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可以说他的名字 他叫张明忠 他是在大学的时候 他是学水文地址 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要保护资源 结果就学校里头就说他思想反动 然后就把他从工作岗位上头就把他轰到新疆去了 他的年龄比我大 他的年龄比我们很多人都大一点 脑筋也很清楚 然后他就提出来了 而且他是用书面的 非常客气的给这个团党委写了一封信 就是说这砍这个湖阳林会造成沙漠扩大化 而且不会有田地出现 因为一定会有岩界出现 他是学水文学地址的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把他送到劳改队 送到劳改队 把他泡在那个水牢里 然后就是几乎瘫痪那两条腿 好在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勇敢的女性 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护士长 所以他就万里昭昭地从北京赶到新疆来救他的儿子 我们看他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想那个环境的问题 我们就想在这么荒凉的一个地方 居然一位老人家为了爱他的儿子 为了支持他的儿子这样跑这么远的路来 我们就挺高兴的了 因为在那儿有很多人 因为各种意见不同被打进劳改队 然后他们家里人都跟他们划清界限 这中间就没有来往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位护士长带给我们的是那种母爱 是那种对孩子不管孩子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爱他我都要救他 团长委跟他说你儿子是反革命 他说那是你说的 他就是我儿子 我就是要救他 后来就把他儿子救出去了 从水牢里救出去了 没有了他救活了 他还继续在新疆 我走的时候他还在新疆 我回北京应该这么说 1983年我们派到北京的 这个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 我就又看到他 当然一身病 当然一身病 十多年前他去世了 死得非常惨 死得非常惨 我就不详细讲了 就是那时候他母亲也已经去世了 已经这所谓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了以后 能赚钱的人有钱了 不能赚钱的人仍然没有钱 仍然没有钱 到了最后是他的太太 跟我联络 说家里已经四壁接空 就是什么都卖掉了 就是就想救他 救不成了 现在是协和医院说 你没有三千美金 我们连尸体都不能给你 因为他欠医院的钱 那个太太在电话里头声泪俱下 说我需要三千块美金 我以后不管怎么样 我也要还给你 我说你不用跟我谈这个 我马上就寄三千美金给你 我说你搭账安顿了 再说其他的都是小事 怎么办呢 那可是很多人说他们发财了 有钱了的时候 可是这样的一个人 死于非常非常严重的癌症 然后死于非常非常严重的各种病发症状 然后妻子没有办法把他的尸体领回来 那种情况下 因为他冰冰冰冰冰冰就每天加钱 每天继续加钱 所以我赶紧的把这三千块钱寄过去 他把大长从冰库里头领出来 入土为安 增化入土为安 这简直是那个我想在新疆可能真的是很多很多人这个人生就搭进去了 那回到这个千年回洋林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从这个事情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外面看中国 你永远看不清 你像这些美国专家 他们在研究 你塔什拉玛干沙漠为什么这么快速的杀化 我想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说 居然就是砍树砍出来的 这谁能想到 而且如果那些树还在的话 因为那些树自己本身还在繁殖 沙漠只会小下去 不会扩大 因为沙漠虽然非常凶悍 但是环绕着他的这个伟大的千年回洋林 比他更凶悍 他们还用生出小树呢 小树继续往里逼近 逼近 所以 讲老实话 如果那个千年回洋林没有动他的话 现在 那是太平无事的一块地方啊 哇 这简直是让人不可思议啊 我觉得您在书中谈到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您原来那个多余的人 后来您这个有再版那本书啊 再版的时候您又写了篇文章 续 然后讲的也是新疆的一个故事 叫这个马宗上一闪即逝的火星 而且这个文章也是因为您看到前一阵清零时候 乌鲁木齐火大火的那个事件 让您来写这个文章 我觉得读起来也是惊心动魄 是 那是实际上2022年吧 对不对 乌鲁木齐那个 对 就清零中间嘛 大火 可是因为清零的政策 所以那个救火车不能接近 人也逃不出来 楼里的人都逃不出来 是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我朋友发过来的照片 那个大火当中的那个 那个有人从那楼上往下爬 或者跳或者什么的 诸如此类 我很受不了 人老了 常常会忍不住的心碎 所以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碰到的事情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已经应该是林彪事件之后 林彪事件之后 那时候才会有条田 因为在林彪事件之前的那五六年 什么条田都不会有 那是林彪事件之后才有条田 胡杨林已经不见了 然后就会有拖拉机来把这这这开这 因为这是无限大的一个地方嘛 所以那条田可以很长很长很长 种了好些玉米 种了玉米 种了玉米呢 又是盐碱 又是病虫害 盐碱是没辙了 那病虫害呢 打3911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毒药 那剧毒虫药 联合国早就禁止使用 所以我们就 那我们没有别的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联合国禁止使用 我们怎么会知道 人家说有农药呢 有农药就背起来就打吧 开始的时候在比较短的条田里头 我打到头了 在那看 好些人都倒下去了 因为那东西 那东西真的是毒药呀 你就是喷 那时候又没口罩 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嘛 对不对 也没有任何防护 你就喷 喷的时候 整个弥漫在空中 很多人不是那么结实 怎么受得了 我倒下去 我倒地低头了 我一看 都不见了吗 人都不见了 我还以为他们都打完了呢 没有 我往回走 一看都倒那了 他们都倒那了 我就算了 我就干脆回连队了 对不对 那没意思了嘛 是不是 那一次也是 可是那一次是长长的条田 急长急长 然后我走到地头了 我走到地头了 就听见这个人喊马轿 然后就是浓烟四起 离我们那个条田的那头 另外那一头 离我们连队已经相当远了 那一头就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小村子 那个小村子呢 这个我就听到人喊马轿 就是说着火了 那个小村子着火了 那种建筑物 这维吾尔族人的建筑物 都是木头 都是毡子 毛毡啊 这样建立起来的 他们倒是都在地上边 而且他们都在高坡上 看漂亮亮的 小村子挺可爱的 着火了 然后 这个我那时候已经会骑马 所以就有人就 就放一匹马过来 所以我就上了马 就跟他们跑 我一看 可好了 有将近三十个 维吾尔族年轻人 然后呢 这个是每个人手里 都只有鸟枪 只有没有步枪 只有鸟枪 前面的小村子已经着火了 浓烟又是火又是烟 然后周围呢 你可以看得见那武装民兵 在那周围还带着步枪 在那儿围住了那个火灾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火灾呢 因为瘟疫 不知什么传染病 传染病说是那个传染病 那村子里有人得传染病 这个北京的医生 也说是来到了乌鲁木齐 有人就当地的什么人 医务方面的工作人员 就给他们看那个病人 看他们的病例 看他们检验的报告 说是有病毒了 那个北京来的医生说 无药可救 就回北京了 这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新疆 你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当然就有所谓的防疫措施就出来了 我看到的这一场 就是一种防疫措施围起来烧掉 烧啊 就把这村子烧啊 就把人也堵在里面烧掉 那你怎么办 因为他们有传染病啊 那传染到别的地方不是成了瘟疫了吗 我的这一个维吾族朋友 我在书里头没有写他的名字 因为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也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两位 我没有写他们的名字 为什么不写他们的名字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今天还活着 是不是他们还有家人在那里 所以我不能乱写 但是其中的这位男孩子 他就在马上大叫 他的威风妻还在里头 所以我们这三十个人 就骑得马上就冲进火海 但民兵还围着周围 你们就冲进去 那些民兵看见我们这些人 我手里没有鸟枪 可是那二十多位手里可是都有鸟枪的 对不起 那样的一个气势汹汹的来救命的那一票人 也不是好惹的 很快周围那些武装民兵 你也看不见他们了 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不管 我们先冲进去再讲 一冲进去就有一个小男孩 吊在我的那个马灯子上 就在我的脚蹬住的那个马灯子上 我就觉得这个脚这重了 一看是一个小男孩 我赶紧把他放到我背后 维吾尔族的年轻的小孩们 这些小孩们三四岁就会骑马来了 对不对 我只要一把一把把他挖起来 他就跳在我背后 就紧紧地抱住我 那就行了 跑不多远 一棵沙枣树上已经着火 那个沙枣树就是一棵火树一样 从上头居然掉下一个女孩 那女孩正好掉到我怀里 天哪 哎呦他没地方去 他往高处爬 那不行 那树也着了 所以我就抱住他 没事了 然后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维吾尔青年 他用那鸟枪钓上来 像钓鱼似的钓上来 两个小孩分一个给我 然后他就大喊 他说冲出去 把孩子放到安全的地方 我还没完全明白过来 我那马可很清楚了 我们就直直飞出去 直奔出去的马的那个棕毛上头 都是火星闪闪 因为他已经是烈火浓烟 已经一塌糊涂了 等到我们出去 在看清楚的时候 就有不少的别的村子里边的人 带着牛车 带着马车 带着拉拉车 人力拉的那种叫拉拉车 上个站子 就把已经受伤的人 都先放上去 你知道 那个人也好 是声序也好 烧焦了的那个味道 是什么味道 我看到那个乌鲁木齐 那个消息的时候 我人就 就受不了了 就是我闻到了那个味道 很不错的就是 能救出去的都救出去了 拉拉车也好 是牛车也好 马车也好 骑马的人也好 大家打个招呼以后 就四面八方 向四面八方 离开 我就被我的这批 可爱的马儿 驮回我那个 连队破连队 那个破条天 我那打药的那桶 还在那呢 马儿的主人 就打了一个呼啸 然后这马就回去了 我就背着我这打药桶 往回走 哇 您这听上去那武侠小说啊 这打一声呼啸 马就走了 我回去了以后 我们在连队里的人说呢 你干嘛去了 这一声怎么都糊了 都好像焦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也不理他们 我就说我就找个盆水 洗一洗吧 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 最让我痛心的就是 那个可爱的小村子 是从连队到毛拉集市 必经之路 你走过必经之路 到了周末 这些兵团的人到毛拉去买个零食啊 买个鸡蛋啊 什么东西的 嗯 按照这一片焦土 没有人问 什么会是一片焦土 东去春来 沙子 野草 就把那个地方盖住了 那个时候 所谓瘟疫的 那个时候 有多少小村子 遭到这样的命运 有人知道吗 我不知道 嗯 我只进入了那个 离我最近的那个地方 还因为其中的一位 维吾尔青年是我的朋友 呀 所以他喊了一声 所以我就有了那么一段 有了那么一段经验 嗯 但是有多少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说过 多余的人再版 我从台北得到消息 允臣文化的出版人 这个廖志峰先生跟我说要再版 我很高兴 我很谢谢他 然后路上回来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 就记着我曾经有过的这么一段 嗯 我写了 写了以后 新书也出版了 这个新书也出版了 出版了 这是新的再版的 嗯 然后我 我先生看我 这病病歪歪的 就问我说你 你好像不太对的 最近这些天 嗯 我就说 我老是闻见那个 焦味道 看到那个火光 看到浓烟 看到人喊 马教 这一切的一切 我说我老了 我不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冲进去冲出来 我不觉得有什么 我今天我会想到很多 我会想到那些没有冲出来的 他们怎么样 我也想到那些冲出来了 然后就四散而去 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呆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们还是很 这是还是有嫌疑染病的 是不是 不能呆了 所以他们四散而去 他们去了哪里 我心里头也是惦记 也是心碎 怎么讲 我就 状况不一样 跟平时很不一样 然后我先生问我 我就只好把那个 大概齐跟他说了一说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 我们结婚41年了 从来没听你写过这一段 没有看到你写过这一段 也没有听你说过这一段 我就回答他 我说没写的没说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